2022年11 白石中国的第110期培训 迎来了史上第一个 一天就学会翻滚的女队员 淡淡 大家从岸上摇挺 空任开始 到进水里面学习上下挺 师逃脱 救援练习 再到三大讲法 一直到对新手而言 最难的翻滚 淡淡无双这两个新队员 在其他的小伙伴的陪同下 一路坚持 进水练习快完的时候 反复练习高位支撑以后 淡淡一气合成 仅凭一个高位支撑 就做成了翻滚 那可是新手的技术门槛 进水打基础 白水才是我们的排月光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白水有了落差 水流有了速度 峡谷才有了灵魂 但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 大大压缩 新手就容易出现惊慌失措 无法学业之用的情况 从指导到学会 从知识到技术 中间的勾还是有点深 最常见的错误有两个 一是失速 二是控刃 失速多半是因为身体僵硬 不会用腰力来划解 用手扒拉 讲无力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是 仓皇之下 无法过去讲一角度的调整 抓水不力 加上讲程短 也容易驱动力不足 肩挺就无法摆脱水流的裹挟 无法走出理想路线 常常避不开石头浅探 挺容易被卡 被挡 速度就更慢 从而进入一个慢 就卡 更慢的死循环 浪里面失速 就容易出现横体 掉头 被浪压的被动局面 漂流变得步不经心 特别费劲 二是控刃容易出错 在应该暴石啊 暴浪的情况下 本能的躲避石头 躲避浪 没有把上游的挺侧拉起来 从而被水流压住 导致翻挺 此外挺快速转向的时候 没有压低挺的内弯一边 从而被离心里甩翻的情况 也很多 深秋的龙宫峡谷风景 真的很美 但可能新人疲于硬服 也只有等到进水区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才有心情慢慢欣赏 看来要能享受 峡谷的漂流之美 非得是多滑多练才行 不宜以近则有者重 闲以远则智者少 欲戴皇冠必成其重 技术上的高要求 也是漂流运动的魅力所在 练的时候啊 有多难多苦 练成以后就有多自信 多豪卖 是技术上的征服 更是自我的超越 这个国庆漂流 一个月以后 11月20 相约淡淡于正 我们又回到了龙宫峡谷 秋更盛 叶更黄 相同的配方 不同的味道 有了前一次的学习铺垫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早起 直接下西流 只是淡淡的灵魂好像没有跟上 一下灯才发现 收藏武功呢 是会贬值的 一个多月没有练习 上次学到的技术 都还给教练了 最明显的就是偏忍感岔 滑奖啊 明显机无力 最后变成了 一路滑了个寂寞 光拍水的 浪里流里 一步三遥 不是在卡顶 就是在翻顶的路上 被需要的幸福感 就这样 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来得才突然 在队员信心 无限膨胀时 哭泼冷水 压压压 在队员受到挫折 情绪低迷时 温柔地鼓励 扶一扶 不就正是体现 教练价值的绝佳机会吗 无能软语 好善安抚 也扭转一下 让你扯着嗓子吼的 猙獰形象 不是教练太粗野 真是让你甩声响 不吼听不见 加上在滩上 蛋蛋经常高高举想 轻轻拍水 挺就一直转 急得我只想说 能不能不要娘闷唧唧的 熊起 麦点 这次漂流 我们走走停停 于正为了鼓励蛋蛋 也时常陪他 一起翻一翻游个泳 碰到合适的浪和滩 我们就停下来 多练习 横渡进回水 水动空挺 侧冲浪 经常是一番操作 猛鱼虎 一看水深 二十五 后来蛋蛋终于苏醒过来 行程也就接近尾声了 高开递走的蛋蛋 又恢复了元气 感觉 才杂巴出点味道 漂流就结束了 我们愉快地约好 下周再战 农工峡谷 这样的漂流 你爱了吗 欢迎一起浪迹江湖 为年底的 陆江之行 做好技术储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